欢迎各位观众 我是陈雅琳 欢迎收看台湾大头条 今天的大头条跟大家讲什么 就是马英九辞去了国民党党主席的职务 在国民党中常会正式的请辞了 那么主要他强调他好惭愧 让大家失望了 他责无旁贷 因为败选负起最大的责任 他说也许我做得不够好 但是他还是强调自己是为了国家 为了让台湾更好 并不是为了自己 他到底有没有真心检讨呢 今天他就整个这样子鞠躬了十秒钟 然后跟国民党中央say goodbye了 那不止如此啊 他死了 然后行政院的系统怎么办呢 现在都已经总辞了 总要有隔魁吧 终于产生了 结果一看 什么是毛治国 就是本来的副院长来当院长 大家就说真的是了无心意 那如果马总统真的想要改革的话 是这样的人 他自己的人又来当行政院长了吗 今天真的是骂声一动 我们有一连串的报道 不过首先来看大学怎么发生了命案的呢 来看这是中国文化大学学区精传的 学生把这个房东给杀掉的命案 这是一位在附近租房子的香港乔生 他被文化大学退学之后 积欠了一个学期五万块钱的房租 那么跟房东协议说 好 我每个月还你一万块钱 可是房东频频去催他都不脚 因此就设局骗房东到租屋处 然后这一名香港乔生就拿着哑铃 这个来砸他的头 然后用水果刀来刺他的胸 就这样子把70岁的房东给杀死了 我们都要杀房东 狠心伤害房东的麦姓港生 案发后随即被捕 监视器拍下他手提黑色垃圾袋 当时已经杀了人 打包死者的鞋子等物品到顶楼丢弃 再次回到租屋处 首帐拿着刚刚买的胶带 走回房门口隐约可见他蹲在地上 就是以床垫跟胶带包裹尸体 之后将尸体丢弃在公寓走廊 学区精传命案 文大麦姓港生每个学期租金五万元的 分租公寓房间看来凌乱不堪 拉起封锁线就是命案现场 因为上学期没注册被退学 积欠五万元房租 不满房东敲门打电话催脚 凶闲周二谎称冷气插座坏掉 社局骗来房东 因积欠房租再次争执 先痛殴房东鼻梁拿哑铃砸头 趁房东昏迷再以水果刀刺胸 70岁的灵性房东流血过多身亡 以这个额头跟后脑 有盾气的这个急伤 租屋同学说案发前一天下午 就疑似在凶贤房间听到争执声 但据警方调查 凶贤家人最近才在香港买屋 经济因无困难 却为了欠租区区五万元 涉局杀人 甚至在行凶后拒绝香港警方 介入协助办案 案情似乎不单纯 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 三连新闻 赖剑智李仙琦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好 现在这年轻人怎么这么狠心呢 为了房租就这样把房东给杀死了 这位姓麦的香港 乔生心机真的很狡诈 他为了杀害这位老房东 还骗说我的冷气已经坏掉了 是用这样子来设下圈套 那么家属很痛心地说 当时房东的小儿子也直觉不对劲 说现在天气这么冷 特别在阳明山上当然更冷了 那这个学生怎么会开冷气呢 所以小儿子也很激紧 五分钟之后就跟着爸爸 来到了租屋套房这边 那隔着一片木板门就听到了声音 就是房子里头不断地有那种 蹦蹦蹦蹦的声响 那小儿子还以为说 会不会是这个香港乔生 跟女朋友在亲热 也不好意思打扰人家 于是在这个门板外头 停留了30秒钟就离开了 他万万也没想到 原来这样的蹦蹦蹦蹦的声音 就是爸爸垂死之前 在那边踢门求救的最后声响 来看我们的度假报道 画面上老房东走进租屋处 接着出现在走廊间 不断来回走动 等着嫌犯开门 老房东以为只是休休冷气 顺便收取积欠的房租费 根本不知道自己正一步步 走向死亡圈套 家属控诉 刚升根本就是社局杀人 他身杀我们中人都上去帮他 叫我们中人 叫我们过来 因为这麻烦人物嘛 要收我们过来收下 拿着是要来这里修理就来 有些人都装提升 就是说他们都没有来 他们都没有装什么 怕小人都去问 原本要上山简化的房东 敌不过港生夺命追魂扣 提前来到住处 儿子五分钟之后 提着工具箱来到港生房门之外 听见里头不断传出碰撞声响 还以为是港生和女朋友正在亲热 不好意思打扰 没想到这竟是父亲垂死前的最后挣扎 就隔着一片木板门 就差那三四步的距离 没有接收到求救讯号 来不及挽回父亲性命 重回案发现场招魂 让小儿子和家人都悲痛不已 三里新闻赖剑志李仙琪新北市报道 选举已经结束了 来看一下选前出奇招 战据媒体版面的这些候选人 好 首先这位唱歌唱到走音的 他唱中华民国送的这位 参选是议员的王炳忠 落选之后 他在网络上发表感言 他是用一场游戏 一场梦来炮打人家柯P当选 而另外一位抗议天王柯四海 那么选前 他每天都在花莲街头 站十个小时以上 就这样子 他就一直跟大家挥手败票 那一直站到他的胯都静起来 那么最后得票 却比九年前还要减少 他的保证金也拿不回来了 让他成为爱情代表 参选议员失利 王炳忠微博感慨 这真是一场游戏 一场梦 是大家对于社会不满的一个梦 投射到柯文哲身上 把它当成一个 我们可以暂时逃离现实的一个梦乡 原来一场游戏 一场梦 不是在描写心境 是炮轰柯P的 就算落选只获得四千多票 但王炳忠依旧不改大炮性格 拉起裤管用手比着 众称米姑的双脚 柯四海参选花莲县长 选前每天都在路口挥手败票 一天站上十多个小时 展现毅力 开票结果却让他心酸 相较九年前 柯董首次参选 拿下两万多票 这次只获得一万四千多票 是六名候选人中的第三名 但二十万元保证金拿不回来 成为苦情落选人 但能看见孩子可懂笑的满足 花口未来会再卷土重来 而在证件会上 因为喝醉酒失态 桃圆市议员候选人游梁福 最后只拿了不到百分之一的选票 吊车尾 目前还在医院中治疗 选前处怪招 虽然贞得媒体曝光度 但却不见得能受到选民期赖 三星文幕后王云竹 台北报道 还有当选的人就突然过世了 怎么会这样子哦 这次张化地区选后的状况 实在是特别多 那么以十五票险胜的 线西乡 乡长当选人苏四慕 昨天晚上食道癌过世了 他才当选三天 这真的是创下张化县自治时以来 首位当选人都还没有宣誓就职 就已经过世的先例 那么线西乡长 现在也得立刻重新改选咯 而另外田伟乡长当选人林文华 投票前就涉嫌会选被羁押 在看守所他还是当选了乡长 那么还有呢 两位这个村长的选举 都出现同票的情况 那没办法最后是抽签定生死 我大家瞩目的呢 这个全球的媒体都在看 马英九总统接下来还有一年半 他怎么样掰咖能够把这样的任期给做完呢 尤其今天为了败选康泽 所以他在国民党中常会上 今天请辞了国民党党主席的职务 那么国民党内部呢 造成的蓝营的这个分裂呢 这个国外的媒体持续在锁定 像是南华早报呢 他们就说马总统最后任期会成为薄脚鸭 而华盛顿邮报则是剖析说 国民党挫败就是对马政权政策的一个不信任投票 同时也意味着这国际媒体的评论哦 说马习惠的机会已经越来越渺茫 台湾九合一选举蓝绿大翻转 国民党吞下史上最惨败选 不敌党内逼宫声浪 总统马英九也难保当主席大卫 南华早报直指 国民党灾难性选举后 马英九成了跛脚鸭 华盛顿邮报也称马为跛脚鸭 更剖析国民党封盘 就是对马政权政策的不信任投票 这也意味着 马习惠的机会将越来越渺茫 英国美日有报分析 马英九上任后台湾与北京关系升温 但到内缓慢成长的经济 深问题和中国势力介入的恐惧 重挫国民党支持率 BBC则点出当年从中国撤退来台的外省家庭 不再是国民党的铁票 受访的台大教授直指 这次选举许多中间选民 打破深蓝深绿的凡理 马政府他的施政 对台湾选民来说 不但是绝望 而且是愤怒 洗礼标题用惨败还不足以形容 日经business探讨 时安连环风暴 澎湖空难等 在马执政下 台湾仿佛遭到诅咒 虽然不诠释政府责任 但事后应对差 引起民众反感 一场兵败如山岛的大选 引爆国民党插乎力风暴 何时能落幕 又该如何借外媒持续关注 下期新闻长迷报道 谁说双北不同党 这个交通会大乱呢 你看这双北市长的当选人 今天不是在一起了吗 好 柯P说要去见朱立伦 朱立伦马上就约 即使今天国民党中常会呢 他都没有去哦 可是马英九辞去的党主席 没想到朱立伦选择在这个现场 带你来看 他提到呢就是特别双北呢 一定是会共同合作的 他们还把自己彼此的著作呢 来送给对方呢 而今天呢 大家所看到的这个消息就是说 好 毛治国他来担任行政院长 说我的人一听到这个消息 你看拜托不要吧 怎么会这样子呢 马政府还是一点反省能力都没有吗 带你来看 主动扛起败选责任 行政院长江仪化和内阁团队拍毕业照 确定走人 谁来接任 外界点名老半天 没想到答案出炉 就是坐在江仪化右手边的 行政院副院长毛治国 真的是找不到人了吗 真的还是从马友友们来找吗 怎么又是他 他到底是有什么能力 让人觉得可以幸福 他是一个电党内阁 他还提不上救火内阁 他连救火的能力都没有 今日内阁人选被立委嘲讽又是马友友 力推彭怀南组阁 还找了35位立委联署的国民党立委李庆华 也傻眼 不要让人觉得说又是小圈圈 又是在这几个人中挑 听话的 乖的 好操控的 好掌握的 又是小圈圈 你看这又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让好多人实在是受不了 好赶快来看国民党主席 马英九今天辞职了 他过去也曾经对李登辉主席逼宫过 那么今天尝到这样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命运 好那么他在这样的一个辞职当中 他会怎么说呢 他主要强调说自己是很惭愧的 让大家失望了 说败选的告诉我们改革不够快 我们还不能符合人民的期待 那么换句话说呢 他还是觉得他那种方式的所谓改革 他是对的 但是呢只是还不够快 所以不符合人民的期待 很多人是认为说 马英九应该还是搞不清楚 到底人民在想些什么呢 那无论如何呢 他也向所有的党员来道歉 然后呢又说他实在是对不起 国民党的创党的这些先列 先邪们啊 那今天呢他想辞去这样的一个 这个党主席的职务 为败选来负起责任 他说他责无旁贷 然后呢他就整个人鞠躬了 长达十秒钟 那后来呢来看哦 很多人这样子呢跟他告别 然后就哭起来的呢 带带看 为九和一败选 鞠躬道歉超过十秒钟 马总统在中常会上 正式请辞国民党主席 在这场地方选举中 国民党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挫败 身为党务主席 我要向所有的支持者道歉 我有负于创党的先列先前 我很惭愧 我让大家失望了 我必须深刻的反攻自行 也责无旁贷 必须为败选负起最大的责任 所以今天我向常会宣布 辞去中国国民党主席的职务 短短四分钟谈话 马总统从头到尾表情凝重 对着满场中常委还有媒体 一一诉说败选后的心情 不过会场上却独缺了副主席 胡志强朱立伦 这一次败选告诉我们 我们的改革还不够快 我们还不能符合人民的期待 以致国民党在这次选举中 得不到多数选民的支持 也许我做得不够好 但我从来不是为了个人 而是为了党 为了国家与人民 为了让台湾更好 强调改革不够快 不符合人民期待 马总统就算请辞了党主席 依旧念念不忘 自己还是终身国民党员 面对艰巨的未来 我们已经没有怀忧丧志 自乱振脚的本权 希望代理主席 能够尽速地完成 党主席的地土补选 我五月间去世的母亲 党已经75年 我入党46年 深受党的栽培 对党对国家的忠诚热爱 能有福祉保护 最后离开前 现场放弃国父纪念歌 马总统一一跟党员 握手致意 这时现场气氛沉重哀伤 只见李嘉飞罩红了脸 许淑华也脸漏不舍 将近三分之一的中常委 留下泪来 回国五年多 以马总统为首的国民党体制 在九合一大败后 正式画下句点 三立学成立国陈严瑞宣豪 SNG小组台北报道 好 马英九主席就这样 八百楼 他这个从极客开始 就已经不是国民党的党主席了 那接下来换谁代理呢 德西伊 他已经是辞去第一副主席的 这位吴敦毅 后来就被未留了 好 所以接下来 因为他是第一副主席 所以他就被推举成为代理党主席 好 刚刚那一张来看 另外洪秀柱就是代理党的命书长 明天 明年的1月初 就会完成新任党主席的补选 好 吴敦毅 他表明说他是不会参选党主席的哦 为什么呢 他指的就是为了2016的这个总统路 就直接往那个路去走了 好 那本来传出说 马主席要请辞的第一课 吴敦毅又来咯 来看一下 他可是护马心切 说呢 传出说他可是先停马的 那么随即呢 他就辞去了自己的第一副主席的职务 不过呢 再过一天呢 他又接受马英九的胃流了 那么继续来担任副主席 那么同时呢 在今天正式的来担任国民党的代理党主席 那么其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折呢 来看就是吴敦毅渴望拿下2016总统的参选门票 国民党面临空前大挫败 接见得奖代表吴敦毅刻意笑容挂脸上 一边说要检讨执政缺失 一边要民众多鼓励政府 但这比喻独树一格 那夫妻关系比喻政府与人民 每天谩骂不鼓励 吴敦毅说小三可能趁虚而入 而党内九合一大败 马主席引就下台 身为首席副主席 吴敦毅角色备受关注 10月29号败选后 马主席下台声浪满天飞 吴敦毅第一时间护马心切 但隔天随即辞去副主席 遭解读事以退为进 不到24小时中山汇报 马主席亲自未留 吴敦毅180度回转决定留任 三号正式代理党主席 前后转折传出交换条件 就是2016大卫参选门票 马主席走人 吴敦毅意外接下党魁烫首山域 明明离2016大卫只差一步 吴敦毅的总统梦就怕夜长梦多 三地新闻许富杰 陈利国皇家卫台报导 好 马英九已经请辞国民党党主席了 这个也宣告了后马时代来临 国民党未来谁来当主席呢 当然现在吴敦毅先代理一下 好 可是呢 接下来一月份要改选 到底会是谁呢 副总的吴敦毅已经说 我不选党主席咯 他的目标可能就是2016 好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像是这个 这些人有没有可能呢 今天有一个很特殊的角色 就是朱立伦 朱立伦他昨天也缺席了中山汇报 他今天更是缺席这样的一个 马英九请辞的历史时刻的中常会 他完全没到他在干嘛 他是去约了柯P来见面 时间是朱立伦约的哦 好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大家就说你看 这是朱立伦 他要跟马英九切割 有可能他接下来 他也有意要参选国民党主席 因为在第一时间他就讲了 那自己是责无旁贷的 所以未来呢 换国民党出现了这两个太阳咯 到底是这个朱立伦将来成为共主 还是吴敦义呢 这场戏才正式开展 奖项一个班过一个 朱立伦仍在新北市府出席活动 先致辞后颁奖 气定神仙看表演 这一刻国民党中常会上 马主席辞职下台 朱副主席应是缺席 这个颁奖典礼是早就就排定的 那做现任的市长 一定是要把私人工作优先 按耐情绪 朱立伦以市民优先 这正当理由远离党中央第一战场 随着正式告别马主席时代 党魁争霸战越演越烈 热门人选还有台北市长郝龙斌 瞎着民调支持的国会龙头王金平 前一天第一副主席 吴敦一才自动出局 郝龙斌曾有新党色彩 出任扁政府官员 党内推估几率不高 胡志强王金平又不表态 绕了一圈 还是朱立伦呼声最高 新任党魁 预计一月底前完成改选 我副总统辞 他说他不会选党主席 现在反正情势是逆转过来了 我还是强调一件事情 我今天现在是市长的身份 我必须要全力做好市政的工作 想着回答朱立伦态度一天一变 从不回避责任 到前一天愤怒批评斗争 没想到吴敦颖接着表态不争党魁 朱立伦态度又瞬间降至冰点 置身事外 朱立伦 吴敦颖 两大太阳 党魁之争 见招拆招 为2016总统卡位先暖身 三立新闻 陈家豪 黄世霆 新北市报道 好 相对于国民党今天呢 降得一个低你的气势 就要另一边来看民进党了 好 今天呢 就是他们也是选后的第一次中长会 你看 这龟白站好好 那么包括其实败选的也来了啦 他们这些创了13席县市长 这个史上空前胜利的这些人 也都全部到齐 那么蔡英文呢就召集大家 然后她站在中间发表一个谈话 主题是让国家安定 她强调呢 等政局稳定呢 再来研议服贸等等的重大法案 带你来听这个胜选为王的 这个蔡英文 她又是如何 那么看起来很谦卑的来表达 这样的一个胜选发表谈话 提醒我们的执政的县市团队 第一 请你们务必重视财政的永续 要把人民的每一分钱花在包口上 第二 请你们用人为财 不分党派 让所有相同有相同理念 有能力的人都可以成为我们改革的伙伴 第三 区域联合制宇也要请直辖市发挥带头的作用 与邻近县市积极合作 发挥治理的效能 第四 心力之外 我们不能忘记除弊 我们要以国民党今日的失败为鉴 严厉的管控阵风和纪律 约束部署的言行 绝对不能辜负国人的期待 我未听到蔡英文她说 好 您看到呢 就是蔡英文 今天她呢 就是很审慎的来发表这样的一个谈话 那么希望国家能够安定 那么特别呢 今天呢 他们展现了这样的一个力量 那么也希望呢 整个国家呢 能够越来越好 好 不止如此呢 我们看到接下来 其实蔡英文呢 她已经是成了这个民进党 无人可挑战的公主 只是呢 这明日之心还有谁 就是赖清德 那么赖清德今天似乎也是有备而来 来到了中常会这里呢 那么记者问她 她就立刻给马英九三个建议 尤其呢 她提到说 马英九 你现在呢 只剩下就是你的历史定位是什么 好 历史定位 你不要再想两岸 真的没啊 已经没了 你要想什么 要想着怎么样让台湾更好 所以呢 她提出了三个 第一个呢 包括就是呢 结合朝野来进行宪政改革 第二个一定要做财政改革 否则台湾会变成希腊 跟西班牙一样 第三个呢 她要求 马总统 你可不可以把国民党的魔戒 给拔下来 给拖下来 也就是把你的党产还给人民 或是捐作供应呢 这是赖清德为马英九 接下来 掰咖的总统所想的路 看你来看 这是我们要预警马总统 他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身份 就是台湾的总统 在此刻一定要稳住政府 不可以让政府空转 公开喊话 要马总统稳住军心 民进党中常会上 赖清德提三建言 要马总统听进去 在这种状况之下 如果没有进行改革的话 我相信台湾很难不步上希腊 或者是西班牙那样的后尘 国民党九合一大败 赖清德主动拍拍给安慰 呼吁马总统危机当转机 宪政财政进行双改革 话风一转还提电影梗 电影魔戒中一戴上戒指 就能在世界称王 魔力无边却容易让人失去自己 台南市长赖清德提建言时 这么说 我也鼓励马英九总统 把国民党的魔戒给拖下来 把党产交还给人民 或者是捐作公益 那这样子不仅仅是国民党 可以浴火重生 台湾也可以趁势再起 成功连任台南市长赖清德走路有风 因为选前马总统挺自家人 黄秀双不惜多次杠上赖清德 选前追风相对选后嘴上拼书营 赖清德苦口婆心提出三大战言 就看马总统是否能够听得进去 马英九能不能听不进去的 那么现在呢 恐怕有很多人也很寄望 他能做一件事情 就是呢 是不是能够在 让阿扁呢 他能够保外救一 毕竟他已经关于救护啊 好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时候好多人提出呼吁 都呼吁马总统说 你已经总统做到这种情况了 全国的民众呢 已经用选票来否定你呢 你难道不能做一点 那么超越蓝绿的一个情况吗 好我们来看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呢 他也说要让阿扁可以保外救一 陈局也说 请立刻给予阿扁保外救一 尤其马上12月10号 就是世界人权日了 也是当年这个美丽岛事件 所发生的这样的一个日子 所以陈局也提出这样的呼吁 还有赖清德也提出来 说你现在如果释放阿扁 是有助于缓和整个朝野气氛 也可以看得出来你马总统的气度 就看你要不要做 那么接下来现场张花冠呢 也说希望能够让阿扁 获得医疗照顾 那么这是呢 马总统在这个时候 你这么低迷的时候 可以向民进党来表达 这样的一个善意 其实最早喊出来的不是民进党哦 好那么就主要呢 是他们这个国民党内部 也有人提出这个声音 包括阿扁本人 他呢投书到报纸 他自己写的 他说什么 马英九 你实施减刑吧 两奖过世的时候 曾经了度全面减刑 马英九总统 你任期剩下一年半 你可以多点这个教育型啊 少些报复刑 教育型 少些报复刑 那建议把分裂社会呢 整个可以团结起来 好观众朋友 你觉得这一点 马英九听得下去吗 那你来看 五月份 结尾黄黄熊到裴德 探视陈水扁 直见他双手不时抖动 讲话还节节巴巴 成千总统 欲中投书媒体 满满三张半 白纸 蓝字手稿 呼吁欲证 可以更开心 还提到两奖过世 两度全面减刑 呼吁马总统 人民爱务 应该审慎思考 任内 为罪减刑 时经典就在大选前八天 当时无人闻问 选后却是受到关注 我们希望 南九总统能够 要立即去思考 陈水扁总统保外就医 我们基于对人道的考量 我们基于对于 整个社会和谐的一个期待 我们是希望政府能够 释放陈泉总统 如果能够尽快让他 能够回家 我觉得这是国人 大概多数的意见 九合一国民党大败 立体释放陈前总统的声音 越来越大声 陈水扁民间医疗小组 医师郭震点 一谈起他的身体状况 边说边咬头 吃饭的时候呛咬 以及半夜的时候因为呼吸困难 也发生比较紧急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觉得医生他们也很担心 这个必须要赶快来处理 12月10号就是国际人权日 前副总统吕秀莲建议 就在这一天释放陈水扁 提前拨脚的马总统 能不能重善如流 趁着释放阿扁 促进朝野和解 关键在马英九的智慧 三星会的影响者许慧美 台北纵部导 好 关键在马英九的智慧 但重点是他有没有这样的智慧呢 好 这几天我去访问了 前总统李登辉先生 那么他也非常深入的来看待这些问题 他说其实国民党会被马英九 毁成这个样子 都是因为马英九太过私心 而没有那个公众的心 尤其他高高在上 比较看不懂 百姓们在思考什么 带你来听 这都是什么 自信 无公的精神 他也没有那个经验 不知道 高高在上 台湾就是这样来 跟那个 跟那个 年轻人同样 对不对 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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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贵 老百姓 他心想 你是 特殊的改革 钱贵 对不对 对不对 这种的经验是 哪里有法度 他有法度 听老百姓 听他 他来怎么 也没可能 总统 有 副总统 也有 他 我跟你说 他想 我只说 是总统 他 没什么 大行 地上 他 他 他说 有 出事 我跟你说 无法 了解 让台湾 老百姓 我说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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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北北 这个总统 到底大家的历史评价 会是什么 那么接下来 马英九 还有一年半 可以来进行修补 但他的生亡 已经是跌到谷底了 原本就已经很滞销的 马屋总统 就职金币 现在雪上加霜 当年发行 一万个 只卖两千个 这创下历年来 销售最糟糕的记录 那么未来 如果整个卖不掉 那2016年 会把剩余的金币 就融掉 收藏金币的业者是说 马总统民调越来越低 加上增值的空间 实在有限 所以价格不好 根本没人要买 那么加上当时 华无金币发行的时候 金价是1700美元 现在跌到1200美元 等于是你现买 你就现亏 两万块钱 这个是一个 是一纸的一个事情 红色箱子一打开 里头满满金币 这些是金光闪闪的 马无金币 现在不断滞销 央行决定 如果卖不出去 得要这样 9号一选举 国民党惨败 马总统声望 跌到谷底 马无金币开卖时 本来就拔人问机 当时发行一万枚 如今产胜八千枚 销售只有两成 他们的跌到谷底了 对啊 那就是这样了 国民党搭败 反国民党的很多 你说我我也不要 民众连看都不看 主要原因是 2012年发行时 国际金价 每一两月1700美元 现在跌到1200 实在凄惨 年代影响金币销售 回顾2000年 陈水扁跟吕秀莲的 就职金币 当时发行三万个 如今套现还涨了133% 但马总统跟吴登义 只卖出2000个 当时发行价高达5万4 报酬率为负的35% 现买现亏2万块 马英九的民调特别低 越来越低 等于大家 等于都没有收藏的兴趣 人身价钱就不好 那么一卖人比较多 它价钱就会更差 马无金币卖的惨兮兮 先别论金价惨跌 更可能跟受欢迎程度有关系 三绪黄玉峰潘兆文 台北采访报道 好 马无金币 没人要 但是这两个人的立委办公室 大家要求是谁 一个是林佳龙 那么一个就是魏民国 因为他们双双都当选了 还高票的市长跟县长 好 那么因为他们得辞立委 所以立法委员的办公室 就得回去打包 好 我们先来看林佳龙的部分 林佳龙在打包的时候 他说有一些东西 一定要留作纪念的 像是他说 李前总统亲笔写给他的字画 他一定要带走 至于魏民谷呢 他就叮嘱他的助理 他就想说呢 这个曾经提到他的这些报章杂志 是要送回彰化 这两间空出来的办公室 现在成了名符其实的 Lucky Office幸运办公室 那是李前总统写给我的 明知所欲藏在我心 指着墙上李前总统送的字画 明知所欲藏在我心 林佳龙生根地方十年 果真获得明星 现在变台中一位华龙 活龙跳台中 再过几天 林佳龙就要前进台中市府 最后一次回到国会办公室 念旧的他 要把这三年来点点滴滴 通通打包 朋友送的御山画 激励他登上高峰 柜子上的委员名牌 林佳龙指定要留作纪念 立委生涯满满回忆 三年来 大概在这里咨询 然后写法案 接受记者的访问 三年好像超过 这个十年的久 所以我在立法院的日子 大概节奏是我一生里面最快的 同样忙着收拾的 还有魏明谷 满柜子文件 叮嘱助理将他送到彰化 问证的一个成果 留下来做一个个人的收藏 墙上彰化线地图 时时提醒魏明谷 彰化线名等着他 魏明谷和林佳龙 两间办公室 九号前就要清空 过去林佳龙承接立法院 副院长洪秀柱的Lucky办公室 果真传承幸运 现在两个人办公室 开放抽签 更是抢手 立委们都想沾沾好运 哪天也能像两位一样 更上层楼 三立新闻 徐世廷有凯如 台北采访不倒 而现在更夯的 要算是台北市长当选人 柯文哲了 他日前在那边夹崩的时候 被支持者围观一直拍照 成了可爱动物的力牌 因为他就做他自己 反正你们要拍就站在我旁边就好了 然后还是一直吃东西 好 其实柯文哲他很喜欢 用动物来打比方 现在大家说他是可爱动物 譬如说 你看从选战一刚开始的时候 他就以狮子不该被关进笼子里头 来拒绝加入民进党 后来他又以龟兔赛跑预言故事 超越了连胜文 你们最新代表作呢 就是秃毛狗跟狮子 这个呢 这个笑料不断了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在网络上一再的传呢 带你来看 有一个人养了一次西藏翱犬 这西藏翱犬在斗国比赛 每战必胜 不把对手咬了 把他非死即伤 比手画脚 柯文哲要说一个 最近很喜欢的秃毛狗故事 西藏翱犬走过去的时候 那只突毛狗竟然连退让都没有退让 他一副爱屌不屌的样子 然后就两只狗就开始打 就不到五分钟 这次西藏翱犬就落败了 那这主人就很惊讶 就问他说 你那只突毛狗是 是什么狗 那狗的主人说 我也不晓得他现在是什么狗 不过他以前还没钓毛的时候 他是狮子 讲完也哈哈大笑 柯文哲比喻自己就是那只突毛狗 只是森林里的动物没看过他 柯辟动物园里 狮子从一开始就是主角 为什么一定要叫个民进 为什么把狮子赶进农子 浅显易懂回应棘手的入党争议 不分蓝绿 柯文哲都能派万寿之王来解围 选战倒数 马总统曾指连胜文是狮子 柯文哲是妖魔 马总统是有点弄错了 因为我就是狮子做的 也不是一直都当之骄傲的狮子 柯辟动物园里 也有可爱动物吃 你别瞧不起我 龟兔赛跑的故事 到现在也是一样 兔子一直看着乌龟 乌龟只看着远方的目标 一直爬 所以老实讲 选举会赢多少票 或是甚至会不会赢 还是会输 在我事先根本没有去考虑他 两只手拼命 华阿华 柯文哲这一刻又变成一只 物实的乌龟 再加上狮子的自信 让兔毛狗跌破众人眼镜 改变成真 三立新闻成家好 黄世廷台北报道 好 柯文哲聪明 然后又很直率 又不拘小杰 这样的个性 真的是让他的人气魅力 实在是无法挡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 柯P旋风 不断不断的吸卷 好 现在还包括什么现象 譬如说他以前不是念新竹 高中吗 这个竹中 结果新竹中学 这边就说 我们打败建中了 然后他有好多的科语 如果现在大家都很爱用 另外他爱吃是什么东西 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呢 你去新竹会去城隍庙口那里 马上去到那里摊饭 他很爱吃轮叮糕 那个也真的是蛮好吃的 那今天柯妈妈就说 不好意思 我们小孩常常吃东西 都不顾形象 没法度 他就说他的动作 很像猴子 那嘴角就是常常会这样子 请大家不好意思 好 带你来看 戴着老花眼镜的柯妈妈 看着手机影片 笑得活不拢嘴 是什么这么好笑 到底是说谁像猴子 原来说的正是柯文哲 吃到柯文哲 他的家的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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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在竞选总部的最后毕业照 柯比被窥说 像是待在可爱动物园区里 听到321的倒数声 赶紧放下餐盘注视镜头 只不过才刚按下快门 他又酷不及待的 低头狂喝美食 我想是这样的 早上还没吃完 还有这一天 因为急着和好龙兵见面 柯文哲拎着公事包赶出门 还有这满口的早餐 粉丝笑说柯比直帅布局小街 但看在柯妈妈眼里 却像是永远长不大的小男孩 看着没有形象的柯文哲 柯妈妈虽然嘀咕了几句 但还是忍不住笑意 外界好奇 台湾是美食小吃王国 柯文哲老家又在新竹 城隆庙附近 到底柯P最爱的美食是什么 没想到吧 原来柯妈妈不让小孩做三餐 老师在外的老外 坚持亲自下厨 这全是因为 曾经当过学校教师的柯爸爸 出门老师遇到学生 抢着出钱请客 反倒养成了一家人 都在家中开火的习惯 无论是什么山珍海味 当然都比不上 妈妈主的这一位 再来新闻林清华新竹报导 而另外一家 就非常的气氛低迷咯 来看就是长崎 那么可以说是呢 在桃园是个大势里的 吴伯雄家族 那么这一次呢 他们家的长子吴志阳 拼连任没有办法 能够连任成功 那么现在吴志阳也开炮咯 他痛批说 马英九主席已经失去了 领导微信 这真的是一改过去 吴伯雄的尊马路线 也透露说 他们吴家拒绝 再当乖乖牌了 那么立委就透露说 吴志阳的这样的一个败选 做老北这个吴志雄 吴伯雄呢 现在是很难受 心情大受影响 本来身体都已经不太 不太舒服了 然后呢 11月29号当天 还是吴伯雄夫妻结婚 50周年呢 本来想说 那一天 圣选之夜 大家可以这个订个餐厅 那么去庆祝 然后呢 也可以庆祝 就是这个结婚50周年 没想到 一切都成空 就这样意外落败了 连今婚都没有心情庆祝了 好 回来这个标题 我们来看一下呢 因为呢 这样的一个情况 现在就传出说 伯公呢 可能要结盟四个家族 那四个家族呢 就是连家嘛 孙亮嘛 还有他们吴家 另外呢 就是好家 就是好龙斌这个家族 以及呢 就是这个朱立伦这个家族了 就看朱立伦现在是不要走自己的路咯 好 这几个家族都起来返马的话 马上就想是没路肯定了 继续来看 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 周二调研台做创办人王勇在 脚步蛮山 脸色凝正 选后首度现身 仿佛瞬间苍老 谢谢大家给我们这个机会 为大家服务 谢谢各位 谢谢 家族政治相伙 吴志阳桃源书的错愕 亲近立委透露 确实对吴伯雄心情打击不小 打算惊婚50周年 就是吴志阳动算日的双喜临门破功 吴志阳沉默三天后 也痛批马英九已失领导微信 拒绝再当党内乖乖牌 多年来吴嘉一贯走尊马路线 就算去年马王政争看不下去 吴伯雄也只高呼团结 拥抱王金平表态 就是没对马英九说一句重话 更别说当年马英九因特别废案 吴伯雄临为寿命接下党主席 却在官司过后遭马英九逼退 也忍痛顾全大局含泪交棒 但护子心切 这次吴志阳因勾里翻船 吴伯雄适可忍孰不可忍 吴志阳开炮 直一骂总统领导微信 也显示吴嘉不再当马主席的乖宝宝 三连新闻综合报道 好 台湾的政治四大家族 扣掉这个朱立伦跟吴志阳 这个桃元帮之外 再来看还有郝龙斌跟连胜文 好 郝龙斌跟连胜文 这两个从选前就非常非常的麻吉了 那么朱立伦跟吴志阳 他们是同样出身 桃元关系也不错 这四大家族的第二代就是这些人 那么未来可不可能继续合作 还是各自奴隶呢 那么了解他们的媒体人士说 其实现在要谈合作真的太早了 除非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如果说好吧 大家是不是来拱朱立伦呢 就拱他去选总统 假设这个就是未来共同的目标 可以吗 但是呢 恐怕这一回呢 还没有办法讨论到这里 为什么 因为朱立伦这次酸料太差 虽然他在新北市市 赢在那两万票 那么很多人都笑这个事情 那就算要合作 也不是现阶段的事 所以这四大家族怎么整合呢 贝贝看 选前之夜蓝军金瑞进出 替连胜文拉台声势 连战拥抱王金平 大老好伯村也曾经帮忙站台 政治家族长辈互相帮忙 但传承政治血脉的第二代 未来路该怎么走下去 选后四大家族 只剩朱立伦还有政治舞台 吴志阳连胜文双双落败 郝农兵也将卸下市长宝座 但合纵连横互相结盟 也不是不无可能 这郝农兵本人跟朱立伦 跟吴志阳他们是好朋友 因为他们的第一 应该是第三代 那连胜文印会 跟他们统统不搭嘎 因为他自己在海外发展 而且搞财经 所以你说这个时候 是不是四大家族会结合起来 第一个 你没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到底是要干嘛 而且特别是这次选败以后 朱立伦加油 朱立伦加油 惨的是原本外界看好的 朱立伦狂赢 却差一点翻盘 朱立伦蓝军共主 气势威风显面 2016就算有总统路要走 势必得往后延 四大家族谈合作 现阶段还太早 后马时代 好连同一阵线 关系越来越好 和马渐行渐远 而朱立伦吴志阳 同为桃园帮 关系不言可遇 尤其马英九辞调党主席 四大家族 有没有可能拉拢本土派 代表王金平 更是备手关注 王金平基本上跟年家是好朋友 跟吴伯雄是比较亲近 王金平的原容 后来跟朱立伦交情也蛮好的 四大家族政治分量重 未来一举一动 影响蓝营政治生态 各自扮演的角色 更是牵动国民党未来 三立新闻综合报导 可是各位观众也别忘咯 这一次呢 这个人民所展现的 在选票上的意志力呢 也是给几大传统的 政治家族一些教训 因为他们都选得不太好 是不是大家要洋气过去 那种都是家族式的政治呢 包括在嘉义市的陈以珍 他们呢也是这个算是呢 在第一方很有威望的 这个企业家的第二代 好 这个时候他落选了 那落选之后呢 记得当天晚上他话不多 他就有说 他想要回学校去教书 可是这回就有人讲了 为什么好看的都 用家的人可以退去呢 很多人在外头排队 要当老师都没有办法呢 好 来看呢 这是谁 知名作家伊格言 今天就在脸书上 很不客气的痛批说 台湾现在有那么多 优秀年轻的博士 他们可是好几年 都找不到专任教职的工作 但为什么有些政客 就是有脸可以回学校去教书 那么想选就选 选输了就说回去 就能够回去呢 努批这根本是在 羞辱 教书 教师 教书这个职业 就是说呢 羞辱 去教书 这样的一个职业 您觉得呢 带你来看他们的想法 还没有要准备 要未来做什么 我要回去教书 回去教书 对 替国民党竞选 嘉义市长失利 陈宇珍选后 谢票时曾经公开表示 下一步计划 是回到学校当老师 由于之前 他就是在 道江管理学院 教导传播艺术学系 相关课程 为了选战留职停薪 选战结束 可能再回校园 败选有退路 这让同样在大学 教课的知名作家 伊格言听了很不开心 伊格言在脸书po文 说笨蛋 这就是国民党败选的原因 他说小公主 陈宇珍败选 回到学校教书 而且还是专任的 助理教授 他不明白 为什么那么多 优秀的年轻博士 好几年找不到 专任教职的此刻 这些政客 还真有脸 回学校教书 想选就选 选输了 说回去就回去 根本是羞辱 教书这个职业 而他自己 也被羞辱到了 大家欢迎 请问他 他的微笑 让我心都软了 陈老师 目前是申请 留职停薪的一个情况 和学校的规定 那至于要不要规见 那要四个人的意愿 来办理 结束选举热战 陈宇珍将回到校园 转换身份 变成陈老师 但对照其他 找不到工作的流浪教师 陈宇珍无需竞争 败选后 还有稳定的教职 叫他们对政府 怎能不失望 三立新闻 廖国雄嘉义报道 好一场选举呢 真的是让大家 彻底想一下 是不是旧思维要改变 特别呢 现在台北市政府的公务员 可能陪 这个陪爱 因为接下来是 柯文哲要来当市长 那么有些人呢 就会讲说 就开玩笑的讲说 什么柯正猛鱼虎 因为他很怕拼 很认真的嘛 跟他一起打拼的工作伙伴 就说各位位公务员 请你绷紧神经吧 因为跟柯文哲一起工作 绝对是没有办法 打混波鱼的 柯P呢 他都自称自己叫酷吏了 是个严格标准高的领导者 那么就连跟他共事 二十几年的 叶克摩之母蔡壁如 他也说 当年他只不过吃了厂商 提供的一个本冬 就被柯文哲骂到臭头 还被批示贪官污吏 那么甚至呢 当年家人 因为这个生病 在那边乱转诊 柯文哲坚持要按照规定 结果被爸爸赏了一巴掌 文宣会议上柯文哲一眼就抓出错误 面对下属就向医生抓病灶 而这一位医生市长自称酷吏 标准高 要求多 连跟他共事二十几年的叶克摩之母蔡壁如 也曾遭受他的无差别 杜舌攻击 他常骂我天生反骨 反骨这件事情是他常常骂我很多年 骂我很多年 然后他对我的下属 常常其实是用词 我觉得都太过严厉了 比如说他在书里头 他常常写说 他常骂我们三个字 去死吧 他说我是贪官污吏 是厂商的便当 我十几年来 我都会觉得他在侮辱我 这样工作 他都不要管我的感受了 凡事言语律己 做事有原则 当年一位姑姑乱转整 柯文哲坚持按照规定 结果被柯爸爸重重赏一巴掌 他就加扒 加扒下去 我们柯文哲 我乖乖了 真快跪下 你知道吗 他来接电来 我说什么事 他说 没有啦 今天爸爸在想起 他就他回车 我今天不知道 他回车 柯妈妈不舍落泪 但柯P说 错就是错 谁来都一样 面对病人更加义无反顾 为了救人 他不管他人感受 这就是他的坚持 面对生死 紧要关头的柯文哲 造就他成为柯伯酷吏 也是铁血人医 如今这样的性格 要带领市政工作团队 都得绷紧神经 三连全台北综合报道 好 要绷紧神经 尤其我们来看领导人 要看他的性格 那么譬如说 这条路就是台北火车站 前面的中小西路 好 在那边呢 不是有个公车专用 到底骂得开始做 一直跟这个好龙斌当市长 根本没了 用这个给他放在那里 好 很多市民都骂 你既然没有用 你既然发了工厂 没有用 那你就要认啊 然后就把它改善了 可是一直都没办法这样做 那柯文哲日前呢 他就提到说 好啦 我当选之后 第一件要做的时候 就利用三斤半夜的时候 去把中小西路的 公车专用道给他拆掉 好 那重点来咯 那柯P呢 这个人他也不是不会去 这个思考自己的 这个想法到底有没有错 譬如说 他昨天呢 不是去跟好龙斌见面吗 那好龙斌呢 就一直跟他解释说 那个公车专用道 未来是可以有用处的哦 就说将来 那么从这个机场那边的 这个路呢 一直通到 就是那个捷运呢 一直通到台北火车站的时候 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的 可以扩大这个公车效用的哦 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结果柯P呢 他没有坚持说 我三斤半夜要去把它给拆掉 他就说好 那等我回去呢 把所有的资料研读之后 我再来做这个决定 好 这就是柯P的性格 带来看 不在边吃边受访 再怎么率性 要当市长的人 一派也得注意 但选前开过的支票 中校西路 公车专用道 还要不要拆 柯文哲的说法 转趋保守 也不是说修正态度的 不过因为好市长 一直在跟我解释说 他认为我看的资料 会改变我的想法 我说那我们就 等交接的时候 请公务局 交通局 他们提供资料 我们再来处理 比起日前广播专访 信誓旦旦 要利用半夜 拆掉公车 专用道 柯文哲见过台北市长 郝龙斌后 态度转弯 难道之前功课没做完 因为好市长对这个 所以去的时候 他其他重要事情不谈 先谈这个 不过我觉得奇怪 他应该在选前 就来反驳我们 也许他们认为 当时他认为我们 不会当选 所以不理我们 我想不过就是这样 给他们一个机会去反驳 我们也是会 按照他们提供的资料 我们自己这边 而且等上任后 再来决定 柯文哲忙着熟悉市政 但如何跟周边 县市合作 也是一大考验 下午先跟台大老同学 新北市长朱立伦会面 讨论双北合作 四号还要拜访 桃园市长当选人 郑文燦 从来不预设立场 人家邀请 那我们时间排得出来 我们就去了 那朱立伦本来就是 旧市 基隆桃园 所以北北基桃 这个我们会先都各见面 这个至少你跟业务相关 这个先处理 这天踏出台北市 要跟北北基桃 建立区域合作默契 控制选后 一刻不得闲 倒是诸多市政争议 得要正式接手后 才知道问题所在 考验现在才要开始 三天新闻 许富杰李正道丽萍 台北报导 好 没错 考验要开始咯 不过柯文哲 你知道他私底下 最爱做什么 他就只爱读书 好 之前对他的访问 他就提到说 平常是真的 没什么现出 他就很爱看彩 但他看了很多书 包括连古典的都看 什么孔子 孟子 论语等等 然后他就会把这些 都融合在他的谈吐之间 可是有的时候 柯P他讲话 口齿没有那么清楚 然后又讲得太快 或讲得太长一串 大家都听了没 听了没怎么办 物料就要变成 国文小老师来帮大家解惑 有没有因此听不懂 带来看 只不以怪力乱生 多算胜少算贷 况愿不算 这孙子兵法 用孔子谈鬼神 以孙子兵法 讲善术 三不五十引经据点 柯文哲 保读诗书肚子里有多少墨水 发挥的淋漓尽致 却也苦了不少人 军事尘如手足 尘是军如心虎 军事尘如草戒 尘是军如口仇 一下子讲这一长串 让记者得再靠近一点 张大耳朵才能听清楚 原来柯文哲说的是 孟子的离楼下 就怕大家一知半解 只要柯文哲一抛出古文 幕僚就会充当国文小老师 听说读写出处 自意一次解惑 他基地又很好 所以他常常会引用 所以我看频率蛮高的 可能两三场记者会 就会产生一个 新的科语录这样子 以前的科语录是百话文的 记者会的科语录 有时候变成是文言文的 柯文哲三日不读书 便觉得面目可憎 也难怪选后有空 最想做的事 时间就读书 要不要要干什么 三天新闻你追到林匹 台北报道 好 我才说讲罗英语 讲这个引经据典 这个可更古典了吧 你看这些人穿得像这样 有人是说远远看起来 好像一群僵尸 这样对神明比较不敬 不好意思 可是你看家沟追降 这个是陈菊 这个是蔡英文 这个是赖清德 这是图醒哲 穿成这个样子 真的很特殊 到底在做什么呢 这是一场庙会 南昆新 台南救命 这个南昆新 戴天府 这是一个人在做酒 那他们这四个人 就去参加祭典 那你要应景 就是呢 所以要换上 这样的一个服装 照片一PO上网 大家都说 天哪 那个花妈好可爱 再看一下花妈 那个样子 也有人说 这样的装扮 很像僵尸 有别于平常 严肃的造型 这样的一个 李生服的装扮 引发话题了 参加南昆新 罗天大叫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穿着长袍马挂 担任主席官 仔细看看右边 站的是高雄市长 陈菊 左边则有台南市长 赖清德 还有信科 嘉义市长 突醒哲陪同 四个人通通穿上 李生服 这模样和平常 差很大 市长城局 戴上帽子 穿着李生服的模样 搭配招牌 卷卷法 一PO到网路上 乡民大赞花妈 好可爱 还有人注意到 旁边的台南市长 赖清德 勒到眼睛 就快要张不开 好像要睡着 拨着一身 隆重打扮 四个人站成一排 有网友说 这装扮 好像僵尸 看看电影上的僵尸 和小英主席 等四个人做比较 同样是一身 深色李生服 只是一边戴官帽 一边戴礼帽 乍看之下 还真的会有所联想 有人说像僵尸 也有人认为 这样很有福气 很可爱 摆脱政治人物 平时的严肃形象 参加宗教祭典的造型 也意外引发话题 三里信用李世红 台南报道 看起来还是花妈 最高追 可是接下来 这个场面 你看什么叫做 之前选举的时候 不是说 如果双北不同党 交通会大乱吗 结果根本就是 这个又是在恐吓人的 这两个人 就是一个是柯P 一个是朱立伦 两个人今天见面了 主要因为柯P 他昨天不是去拜会了 台北市长郝龙斌吗 那之后就想说 因为整个双北市 共同生活圈 他希望也能够拜会一下 那么这个是朱立伦 结果朱立伦 马上就约了 好 我们画面 可以稍微快一点来看 才能看到朱立伦 那个朱立伦 是主动来邀约 然后时间就约在 今天国民党中常会 好 约在国民党中常会的 这个时间点 非常受到瞩目 为什么 因为不就是马英九 要辞掉党主席吗 这个反而朱立伦 是不愿意去那个地方 而选择他就约这个时间 来跟柯P见面 好 那么看得很清楚咯 他就是要跟马英九主席 来做切割 好 这是朱立伦 好 我们来看 这个所谓国民党 在后马英九时代 出现的两个太阳 刚刚你看到的朱立伦 另外一个是这个 好 那么这个吴敦义 这个大家很多人说 他臣服很深 来看今天 马英九是在国民党的中常会上 正式辞去了国民党党主席的职务 然后呢 他在会中 这个也顺势推举吴敦义 来成为代理党主席 那吴敦义之前不是在 选举败选隔天 他就辞去了第一 第一副主席的职务吗 就说不会代理 可是因为昨天被马主席给喂留了 好 所以呢 他就出来代理党主席 那么但是他强调说 我是不会选党主席的哦 这个意思是什么 就是直接要迈向2016楼 这个时候可是大家要赶快的卡位 另外党的代理秘书长是谁呢 是洪秀柱 好 明年的1月初 就要完成新任党主席的补选了 吴敦义就说他不会选 那么马主席请辞的第一课 吴敦义还是展现那种户马心切 那么虽然辞聚副主席 可是又被喂留下来了 那么他这个主要的一个转折呢 就是吴敦义渴望拿下2016的总统参选门票 国民党面临空前大挫败 接见得奖代表 吴敦义刻意笑容挂脸上 一边说要检讨执政缺失 一边要民众多鼓励政府 但这比喻独树一格 那夫妻关系比喻政府与人民 每天谩骂不鼓励 吴敦义说小三可能趁虚而入 而党内九合一大败 马主席引就下台 身为首席副主席 吴敦义角色备受关注 10月29号败选后 马主席下台声浪满天飞 吴敦义第一时间护马心切 但隔天随即辞去副主席 遭解读事已退为进 不到24小时中山汇报 马主席亲自未留 吴敦义180度回转决定留任 3号正式代理党主席 前后转折传出交换条件 就是2016大卫参选门票 马主席走人 吴敦义意外接下党魁烫手山芋 明明离2016大卫只差一步 吴敦义的总统梦就怕夜长梦多 三地新闻许富杰 陈立国皇家外一台报道 好了 马英九辞去了 国民党党主席 接下来谁来接呢 我们就带您看民意基础吧 这是苹果所做最新的民调 谁适合来接国民党的党主席呢 你看什么人最高 这是他 立法院长王津平 37.8的民众认为 说这个人比较适合了 而朱立伦呢 在第一时间就出来表态的这个呢 他是有24.3% 好 再怎么样 就是吴敦义的3.7% 还高很多哦 吴敦义只有3.7% 好 第三名呢 是可以看得出来是胡志强 有9.8% 那么再来是郝龙斌的4.6% 这三个人都是个位数 那么换句话说呢 以民意的趋向可以看得出来 包括王金平跟朱立伦 获得的这个支持是比较高的 而且是遥遥领先 好了 但无论如何呢 现在现实的态势是 好 就是这两个太阳 毕竟这个王金平 他一再的党籍的问题都被告 也没有办法在国民党内 可以干嘛了 好 那么这两个人呢 刚刚带您看到的 就是吴敦义的部分 那继续呢 来看就是朱立伦呢 他已经自己强调了 对于党魁 他是不会逃避责任的 这是一个讲得很清楚 那当天就已经揭竿起意了 然后呢 昨天又骂说 大家败血还不够吗 还要搞权力斗争吗 他说呢 这个接下来呢 是不是会成为共主呢 其实他是有那种 当仁不让的心情的 好 那这一位 今天的主角啊 就是他因为他又创了 国民党的新历史了 因为呢 国民党主席 今天他辞去了 而且他是愧对 国民党创党的先烈先贤 他这样讲 讲得都快哭了 他失去民心 所以辞掉党主席 他怎么讲呢 他就说 我实在是非常的惭愧 我让大家失望了 这个败选告诉我们说 改革还不够快 他还是很坚持 自己的改革的那种方法是对的 然后只是改革不够快 所以还不能符合人民的期待 很多人对马总统 对马主席 真的是心心 感觉他还是不太清楚 人民到底在想什么 你看这么多人还在反 包括邱富生中常委 他就说 马应该要先召开 临时党代表大会吧 张绍文说 你马子党主席 是心不甘 又情不愿 而姚江领 这位中常委说什么 马如果接受未留 今天这位 这个真的是骂得半死说 你真的是在演戏的 那没有了 马应久今天大概就是发表谈话 然后鞠躬十秒钟 失去了他的党主席的职位 所以这一场历史性的演说很重要 再一再听 为九合一败选 鞠躬道歉超过十秒钟 马总统在中常会上 正式请辞国民党主席 在这场地方选举中 国民党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挫败 身为党务主席 我要向所有的支持者道歉 我有赋予创党的先烈先前 我很惭愧 我让大家失望了 我必须深刻的反攻自行 也责无旁贷 必须为败选负起最大的责任 所以今天我向常会宣布 辞去中国国民党主席的职务 短短四分钟谈话 马总统从头到尾表情凝重 对着满场中常委还有媒体 一一诉说败选后的心情 不过会场上却独缺了副主席 胡志强朱立伦 这次败选告诉我们 我们的改革还不够快 我们还不能符合人民的期待 以致国民党在这次选举中 得不到多数选民的支持 也许我做得不够好 但我从来不是为了个人 而是为了党 为了国家与人民 为了让台湾更好 强调改革不够快 不符合人民期待 马总统就算请辞了党主席 依旧念念不忘 自己还是终身国民党员 面对艰巨的未来 我们已经没有怀忧丧志 自乱振脚的本球 希望带领主席 能够尽速地完成 党主席的地图 补选 我五月间去世的母亲 党员75分 我入党46年 深受党的栽培 对党 对国家的忠诚热爱 永远不得 最后离开前 现场放弃国父纪念歌 马总统一一跟党员握手致意 这是现场气氛沉重哀伤 只见李嘉飞张红了脸 许舒华也脸漏不舍 将近三分之一的中常委 流下泪来 回国五年多 以马总统为首的国民党体制 在九合一大败后 正式画下句点 马英九的国民党时代结束了 这今天真的是一个历史的时刻 好不过可以看得出 厂外有人在那边抗议 说你不能这样一走了之 那怎么得了 你要负责任 那么还有甚至这个人的观点 就认为说阿扁不应该放出来 不过这个时候真的考验 马总统你怎么展现那个大度了 好 马总统这么一走之后 那接下来国民党中常会怎么开呢 来进到里面我们来看 很多人就开始检讨了 检讨就是说 这个马总统过去 就是因为党政一把抓了 然后你的施政效能 没有办法贯彻到基层 民众都无感 所以才会败选到这种程度 那有中常委就呼吁说 最重要的是哪一个 就是那个马王政争 去年的九月政争 一切都是马英九这样引起来的 他们就说 新的国民党主席 你是不是要赶快撤销 对王金平的告诉呢 因为这样子才能够 力求整个国民党的团结 特别刚刚刚您看到民调了 谁觉得这个 民众觉得谁最好 来当国民党主席 是王金平呢 偏偏国民党就是一直告他 一直告他 好 那么您看到 还有人说呢 应该要开放更多的民意进来 你党主席门槛要选 不要射得那么高嘛 好 马英九走了之后 里面是如何的来呛吓的呢 带您知情 中常委请不下台啊 国民党中常会外闹哄哄 基层党员不满 马主席辞职 要中常委一起同进退 呛吓双手高举退党申请 基层党员对国民党失望彻底 却只有马总统扛责任 职党主席 不过中常会里头也不平静 败选检讨声让没停过 中常委林德荣发难 直言王马正真重伤国民党团结 呼吁新任主席赶紧撤告 资深中常委洪玉勋者呼吁 既然明年1月要改选主席 就应该降低门槛多方角逐 不过大多中常委仍在意 败选关键是政府施政 就连基层党员都无感 政府的一些政策 对于民众而言 都没有一个正面的一个回忆 未来的所有的施政 一定要更合乎民意 但是不必民粹 倒是去年11月 国民党才在全代会修订党章 总统为当然党主席 也就是俗称的太阳条款 如今总统主动辞职 党章如果不休 引发假请辞质疑 万一选出来的党主席 又是下届总统参选人 届时国民党内将出现党魁 跟总统两个太阳 但此归此如果说以后有需要调整 代表大会时候再修改 这个没有问题 国民党选举大挫败 国区为马总统量身修订党章 因人设事如今该如何收拾 如何挽回民心 百年老党改革脚步恐怕得再加快 3D新闻区为全员瑞 台北参望岛 那这样下去国民党会不会分裂呢 您记得之前政争的时候分裂出新党 那么后来政党轮替的时候 分裂出了这个亲民党 那这一回呢 倒是有一个声音呢 说连家这边 那么有可能说要再组派系 好台北市议员徐洪廷 曾经担任连胜文的特助 他就抛出说 党内组成理念型派系的想法 那么意思呢 是不是说现在那个党中央 根本没什么理念 所以他们要自己组一个 理念型的派系 好 希望能够更精准地掌握到民意 好了 这样的一个做法 是不是会被国民党接受 又会不会引发这个大批人马 再次出走令组政党呢 这是不是国民党再次分裂的时刻到了 带你来看 清仓常在绿水常流 我们大家后会有期 连胜文落选之后 舞台上一句后会有期 充满无限遐想 过去曾担任连胜文特助的 徐洪廷杀出一条血路 顺利成为新科上任的台北市议员 抛出党内将组成理念型派系 企图解救如今一败涂地的国民党 面对台湾政坛蓝天变绿地 兄弟似乎意识到国民党已经是危机存亡之秋 不过国民党的分裂已经不是第一次 早在1993年 豪博村为了反对总统李登辉 辞去行政院院长 部分成员体任全力示威 脱离国民党成立新党 接着是西元2000年 国民党高层再度内讧 宋楚瑜退出国民党 选举结束组成亲民党 如今徐洪廷主张组成派系 救国民党 难道是连胜文示意 进行第三波党内搞分裂 徐洪廷语待保留 不过针对派系说 连胜文做出声明 强调这是徐洪廷个人意见 呼吁外界误过多揣测 不过却也不难秀出国民党大败之后 反马派的新势力已经开始蠢蠢欲动 三连新闻戴伟成 蓝鲜少台北报道 会不会分裂呢 真的是备受瞩目 毕竟后马时代已经来临了 国民党谁来当主席呢 党内大家就开始点名了 好 首先吴敦印表明 他不参选党主席是职工2016 那接下来这些人有没有可能呢 尤其是朱立伦 他已经之前也讲过义无反顾 然后今天跟昨天都缺席了 国民党重要的聚会 好 今天是中常会 昨天是中山汇报 他都没来 他宁愿去跟柯P站在一起 他就是要跟马切哥 那未来如果真要角逐 这个国民党的党魁 他能不能得到大家的这个认同呢 还是说 这个王津平有可能回来呢 带来看 奖项一个办过一个 朱立伦人在新北市府出席活动 先致辞后颁奖 气定神闲看表演 这一刻国民党中常会上 马主席辞职下台 朱副主席硬是缺席 这个颁奖典礼是早就排定的 那做新任的市长 一定是要把市政工作优先 按耐情绪朱立伦以市民优先 这正当理由远离党中央第一战场 随着正式告别马主席时代 党魁争霸战越演越烈 热门人选还有台北市长郝龙斌 挟着民调支持的国会龙头王金平 我谢谢大家的父爱 但是我对这些事情我讲过了 我不便做任何回应 前一天第一副主席 吴敦一才自动出局 郝龙斌曾有新党色彩 出任扁政府官员 党内推估几率不高 胡志强 王金平又不表态 绕了一圈 还是朱立伦呼声最高 新任党魁 预计一月底前完成改选 我副总统辞 他说他不会选党主席 现在反而情势是逆转过来了 我还是强调一件事情 我今天现在是市长的身份 我必须要全力做好市政的工作 强着回答朱立伦态度一天一变 从不回避责任 到前一天愤怒批评斗争 没想到吴敦一接着表态 不争党魁 朱立伦态度又瞬间降至冰点 置身事外 朱立伦 吴敦一 两大太阳党魁之争 见招拆招 为2016总统卡位先暖身 三立新闻成家好 黄世霆新北市报道 好 还是顾好自己的前途吧 您可以看到朱立伦呢 今天两这个 还有昨天就是不去国民党中央 好 选择跟柯P站在一起 我这个时候看起来就是挺讽刺的 因为之前不是讲说 如果双北不同党交通会大乱吗 也没有 然后今天朱立伦的说法反而是什么 他说接下来我们两方会好好的合作 包括什么三环三线 十二年国教等等 然后就说双北两边政策都会一致哦 这是朱立伦今天的说法 更何况今天那么柯P会想见这个朱立伦 这个时间点谁约的 是朱立伦约的 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动作跟想法了吧 继续来看 事后第四天朱立伦柯文哲双北迅速接上线 彼此赠送个人传记 但其实两人早就认识 同一年进台大老同学柯文哲爆料 朱立伦跟医学系的女生很熟 他已经一再跟我澄清没有了 没有了没有了 是我们班上的女生跟他们班上的男生常常联谊 练大学没有女朋友 没问题 联谊不代表有没有女朋友 我很少出去联谊 我很用功了 严锁市长瞬间变回臭男生 互窥互糗 谈往日情史 谁也不让谁 柯医师住的宿舍 大学的时候他住的宿舍 是在我们商学系这边 是可以再女生回去的吗 不可以 那个时代没有这么开放好不好 言归正传本日主题双北合作 朱科会一谈旧事一小时 朱立伦特别找来北市府出身的副市长高宗正 柯文哲则请出出身新北市府的准副市长邓家基随行 朱科确定合作窗口抛出双北论坛 但面对双北争议 两人态度大不同 市长针对三环三线以及戴北道路 这些有争议的问题 我们都要讲 这个今天没有谈到这么复杂的 我想是讲 我们反正就是有良好的沟通平台 剩下其实这都是有钱就做 那我跟这个柯市长大家都是 反正有困难就要解决 有困难就要克服 严谨的朱立伦赶紧澄清 绝对做到还被发现 除了建柯不建马 还特别换上轻便外套 配合柯市风格 柯文哲则忙着寻回各县市交换意见 这两天也要到基隆桃园 跟新柯市长会面 慢慢融入正值他 在立新闻城市长 王世廷新闻市报道 好朱立伦要走自己新的想法了 而马英九虽然今天辞去了 党主席的职务 但他有新的想法吗 来看他请谁当行政院长 你就知道了 好毛治国就是我们接下来的行政院长 现在马政府剩下一年半的任期 这个行政院长职务 今天确定就是有先任的副院长 毛治国来出任 他跟马总统也是非常麻吉的人物 然后明天马上就要交接了 党政人士就说 这个毛治国接任之后 为了求政局的稳定 可能多数的阁员都会留任 然后之后呢 再针对2016转为这个选举内阁 可是呢 大家就讲了 那是他呢 您记得过去 他当交通部长 跟副院长的时候 争议很多嘛 所以今天整个政坛 当这个说毛内阁哦 接下来就是毛治国来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哇 蓝绿立委 一片哗人 而且一片的骂 譬如说呢 你看罗书雷说 拜托的 这不行吗 这个只有蔡景龙说 不错了 很好的人选 叫陈廷飞就说 哇 这个恐怕这会变成傀儡 我们判了老半天的改革都没有 怎么这样 要问这说 只要讲得更明白 怎么是他 难道是没人的吗 甚至有国民党的这个自家人高喊说 拜托 可以不要他吗 主动扛起败选责任 行政院长江仪化和内阁团队拍毕业照 确定走人 谁来接任 外界点名老半天 没想到答案出炉 就是坐在江仪化右手边的行政院副院长毛治国 真的是找不到人了吗 真的还是从马游泳门来找吗 怎么又是他 他到底是有什么能力 让他觉得可以幸福 他是一个电党那个 他还提不上救火内阁 他连救火的能力都没有 新任内阁人选被立委嘲讽又是马游有 力推彭怀南阻隔 还找了35位立委联署的国民党立委李庆华 也傻眼 不要让人觉得说 又是小圈圈 又是在这几个人中挑 听话的 乖的 好操控的 好掌握的 马总统打安定牌 找了最熟悉的老班底 也会留下大多数阁员 再细数毛治国 争议不少 光是交通部长任内被视为国道收费员 争议始作俑者 也曾在北二高走山勘灾时 脱口而出 冰柜准备好了 被批不顾家属感受 却因为和马总统关系好 照样升官 如今临危受命被扶赠 当行政院长 才需要改革的马总统 不顾朝野立委反弹声浪 选了毛治国坐上隔魁大位 老面孔能不能变出新马戏 全民驻目 三地区林文封玉文 台北采访报道 马总统能不能有新思维 还要看这个 虽然刚刚看到葛魁 没有什么新的思维 但是这个呢 他可不可能在这里自己 这个政治生命最低迷的时候 赶快把阿炳给 这个让他去保外救医呢 毕竟全世界 卸任总统 没有像人家这样子 关到这个情况的 他也已经关六年了 已经关六年多了 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有蓝绿都出来 大声地疾呼说 马总统 你让阿扁去保外救医吧 好 如果是绿的喊呢 也就算了 我们来看有多少蓝军的人 他们自己国民党的人 在喊这样的一个情况 譬如说 台北市长郝龙斌 他怎么说 他非常认同 让阿扁能够保外救医 而这位率先喊出来 就是台北市议员杨时秋 他说 马英九应该要特赦阿扁 让阿扁去居家看护吧 然后呢 这个世新的人文院长 彭怀恩他说 我是非常蓝的 但是我也要呼吁说 阿扁真的乖有狗啊 已经是乖有狗啊 另外媒体的周一寇 他也说 他必须要呼吁 他对马英九已经没有期待了 他就呼吁说 朱立伦 那换你来提案吧 释放阿扁吧 这样的声音不只是蓝的 还有当然绿的很早就提出来了 包括呢 12月10号 马上就是世界人权日了 马总统可以有这个思维 去想这个问题吗 嗯 带你来看 5月份 街尾黄黄雄到培德 探视陈水扁 直见他双手不时抖动 讲话还结结巴巴 呈现总统 狱中投书媒体 满满三张半 白纸蓝字手稿 呼吁狱政可以更开心 还提到两奖过市 两度全面减刑 呼吁马总统人民爱物 应该审慎思考 任内违罪减刑 时经典就在大选前八天 当时无人闻问 选后却是受到关注 如果继继续再给予监禁 除了丧失原来隔离社会的目的以外 形同虐待 第二个是基于社会和谐的立场 我们也建议马总统应该要释放陈水扁 我们希望满酒总统能够要立即去思考 陈水扁总统把外就医 如果能够尽快让他能够回家 我觉得这是国人大概多数的意见 如果从蓝绿和解的角度来看 我支持让陈水扁前总统保外就医 九合一国民党大败 立体释放陈前总统的声音越来越大声 陈水扁民间医疗小组医师郭振点 一谈起他的身体状况 边说边咬头 你已经当时戳酒一天四五次就会冲不掉 现在在台中的感觉 一天戳酒八十几次 吃饭的时候呛咳 以及半夜的时候因为呼吸困难 也发生比较紧急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觉得医生他们也很担心 这个必须要赶快来处理 十二月十号就是国际人权日 前副总统吕秀莲建议就在这一天 释放陈水扁 提前拨脚的马总统能不能重善如流 趁着释放阿扁促进朝野和解 关键在马英九的智慧 三星会理想者许惠美台北中路不到 马英九可有这个智慧呢 大家都在等待 不过另外一方来看 人家柯P就做到了 您记得这次的台北市长选举的时候 包括什么MG149啦 窃听案等等议题的攻防 那么李延盛文跟柯文哲 阵营不是在那边告过来又告过去吗 结果柯P就现在交代了 他说好 这些通通撤告啦 不要再搞了啊 那么他就跟李延元讲说 你像这个罗书磊啊 蔡振元等人呢 我们必须要释出善意 你就把这些告诉通通给撤掉 这就是人家立刻的 这样的一个想法跟做法嘛 反而罗书磊今天受访的时候 还不赏脸呢 他说撤告 闹可怜 他说不可能 好 千万不要再用小人之心 来度君子之父咯 好 柯文哲呢 已经要撤掉这些告诉了 好 那到底马英九有没有办法 有一些新的思维呢 现在有好多人都在帮忙呢 帮忙他想说 其实你还有一年半嘛 你是可以做一点什么的 就看你要不要做 好 这位马英九真的 你毕竟是当了中华民国八年的总统 是不是能够有所作为 大家在呼吁跛脚马能够什么 你要什么历史定位 来看到那边去 两岸牌 不可能啊 你不要再想你的两岸牌 你想台湾牌吧 你怎么让台湾可以更好呢 来看林卓水跟姚立民 他们就呼吁说 双一就是蔡英文跟马英九 你们要不要来共推内阁制 要不然呢 台湾的制度就是这样子 总统有权却无责 好 他们呼吁出来了 而今天提出呼吁最多的是赖清德 他提出了三大方向 给马英九参考 第一个呢 就是结合朝野宪政改革 把它改的就是符合台湾的体制 然后也要求财政改革 这样子呢 我们就不会不像像希腊跟这个西班牙的后臣 他说现在中央举债太高 而地方的这个财务又很很多的危机 所以他就提出这个呼吁 然后重点是 他要求马英九 你可不可以脱下 你国民党的魔戒呢 不要再有那个想法 你就把魔戒给脱掉吧 也就是把党产还给人民 或者是捐作公益都可以 这是今天赖清德提出的建议 而李前总统提出什么呢 就是二次民主改革 他之前呢 已经把台湾从威权走向民主了 他说二次民主改革 要公民宪政会议 然后呢 同样的意思 跟前面两个一样 要修宪 修的符合是台湾的体制 因为现在还有太多 实在是卡住的 而蔡英文提的也是修宪的议题 尤其是立委选举的 这一部分要改成德国联历制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单选区两票制 你知道小党根本没有空间 然后呢票票不等值 譬如说呢 宜兰四十多万人一票 金盟多少人 今也是一个一席的这个立委席次 完全不对劲 好大家都在为台湾来提出更多的建议 就看那位马总统能不能听得进去 你毕竟还有一年半 带你来看 但是我们要预警马总统 他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身份 就是台湾的总统 在此刻一定要稳住政府 不可以让政府空转 公开喊话要马总统稳住军心 民进党中常会上赖清德提三建言 要马总统听进去 在这种状况之下 如果没有进行改革的话 我相信台湾很难不步上希腊 或者是西班牙那样的后城 国民党九合一大败 赖清德主动拍拍给安慰 呼吁马总统危机当转机 宪政财政进行双改革 话风一转还提电影梗 电影魔戒中一戴上戒指 就能在世界称王 魔力无边却容易让人失去自己 台南市长赖清德提建言时 这么说 我也鼓励马英九总统 把国民党的魔戒给拖下来 把党产交还给人民 或者是捐作公益 那这样子不仅仅是国民党 可以浴火重生 台湾也可以趁势再起 用拖去魔戒 呼吁马总统抛开国民党枷锁 因为电影中魔戒 代表三界权力象征 拥有他等于拥有全世界 赖清德用他来比喻 总资产高达268亿的国民党 还抑制党主席是极权力于预生 选前争锋相对 选后嘴上拼书仪 赖清德苦口薄心 就看马总统是否听得进去 三天新闻林响德许惠美 台北总统 魔戒降了权力 就看马英九能不能真的 把他给拖下来了 而另外一箱来看 民进党创下了史上最好战机 今天下午也是他们的中常会 总共获得了13个席次 那么治理县市的执政人口 已经超过全国的61%了 今天这一场胜选之后的 首次中常会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带领所有的执政县市长 来感谢人民的付托 她也发表谈话 诉求的是国家安定 请主席及权力人员 鞠躬 不管当选的准县市首长 或是虽败有人落损人 全由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带头90度鞠躬 民进党在2014一举 攻下13席 创有史以来最佳成绩 少了喜悦 换上严肃表情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一开口回应选民期待 重新定义民进党 胜选责任 守重安定 蔡英文提醒党内同志 别辜负选民期待 四点要求 呼吁执政县市团队 勿忘初衷 从执政县市开始 累积人民信赖 蔡英文再提未来目标 我们要让所有的选民 包括没有投给我们的人民 都相信 民进党将会稳健 踏实的推动改革 让国家稳定 让人民安心 民进党的责任 我们会全力以赴 让台湾继续往前走 当月十分钟谈话 用选后守重安定人心破题 稳健改革当结论 贴近政治情势变化 用准执政团队格局 蔡英文定调迈向 2016执政 要走的最后一笔路 三天新闻 林文峰 宇文 森居小组 台北采访报道 贝贝都是主席 反而是蔡英文 在安定民心 好 如果如何呢 蔡英文 在民进党 他的时代 也正式开启了 那么过去 还有四大天王 但现在对他 都不构成威胁了 那么蔡英文呢 成了民进党内的 共主宣告 两个太阳的时代 也已经结束 那么我们在 专访李登辉的时候 他倒是透露了 一个秘心 就是呢 当时蔡英文 跟苏贞昌 那么两个 在争主席的时候 那么后来苏贞昌 由于太阳花学运 自己的民调低 那苏贞昌后来 不就是说 好吧 那他就是不再选了 李登辉说 他很敬佩苏贞昌 这样做 但是他也告诉 蔡英文说 所以你做人要怎么做 你要立刻去拜访 苏贞昌 然后呢 感谢苏贞昌的 退让成全 他送给蔡英文 六字真言 谦卑 冷静 忍耐 是不是这样的特质 成就了今天 包括你看到 整个民进党 的整个大胜利呢 再来听 全战大胜过后 蔡英文首次露面 登高一呼 民进党内共主的地位 几乎是不可动摇 过去党内的两个太阳 现在变成蔡英文 一个人逐日中天 问鼎2016的态势 已经是势不可当 接任党主席前夕 蔡英文苦思 学运后的民进党定位 曾经登门请议 李登辉 我跟他说你比较冷静 比较冷静 有什么困难 你就比较冷静 你就这么重要 这一个人要做冷静的人 应该就有这种态度 一切大胜 这么顺利 可以去进行 果然老人家谦卑冷静 忍耐着六字真言的传承 让蔡英文成功整合了台北市选战 也一举攻破 绿营在中台湾的苦战态势 对苏贞昌的相忍未当 以前总统也公开表示钦佩 当时民进党在太阳花旋律中的角色 遭到别远化 苏贞昌的民调又远不如采英文 为了党的未来 苏贞昌退选 让蔡英文承担大任 最后才有这次选战的空前胜利 如今蔡英文的共主地位稳固 也让在野势力能有机会趁势再起 在内新闻未国区赖史会台报道 好 要作为领导的人呢 这个可以说是态度呢 必须要柔软一点 这是刚刚立前总统 他交给蔡英文的 那么必须来看 就是包括林飞凡 好 他也是学运领袖哦 结果林飞凡这回 他也在他的脸书上 PO出文章 来向游席坤致歉 为什么 因为呢 他之前曾经质疑过 你这个新北市怎么提名的 提这样的一个人物 结果你看游席坤虽然是打输了 但他打的成绩 算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作为这样的一个人物呢 林飞凡他也正式地道歉哦 带你来看 可以帮我签名吗 打完虽败游荣选战 前行政院长游席坤谢票 支持者排队要签名拍照 人际简直比选前还要旺 谢谢 选民真的让你漏气 看看排队选民 清一色年轻人 因为选后被网友PO出 偷拍支持群众背影 被网友大赞好萌 再加上巴巴风灾低调 清水沟旧照片 意外在网路发酵 网友发起还我选牛行动 鼓励游席坤再战新北 谢谢所有的网友跟乡民 还有很多年轻人 大家对我的关怀跟爱护 在进行过程当中 事实上我觉得我努力的还不够 游席坤在选前不被看好 网路人气风向球在选后 态度180度大转变 连曾经炮轰民进党新北 提名策略的林非凡 也来个自我检讨 先是PO出电影 赌神剧照承认 年轻人毕竟是年轻人 太冲动了又写一大篇道歉文 强调我从未否定过 游前院长过去 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的努力 更不认为他过去的付出 是可以被抹灭的 还说游前院长能选出这样的成绩 令人刮目相看 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对曾被批评不以为意 还称赞看好林非凡成为未来栋梁 游席坤和青年意见领袖选后 反而有机会隔空来场不同世代的和解对话 3D新闻领委副翁玉文 新北市采访报道 好 我才说做人要谦卑一点 不过有时候如果该高兴 是不是要庆祝一下呢 来看就是柯文哲的母校新竹高中 在校门口跑马 就攻克他 就是校友当选台北市长 那网友说这不是捐钱来的 还说终于把建宗给比下去了 不能让建宗一直跳掰了去 就足中赢过建宗了 跑马灯这行字简短强而有力 恭贺竹中校友柯文哲当选台北市长 学弟们表情雀跃 柯文哲是竹中之光还是神等级 网络上狂推网友说 这不是捐钱来的暗奉连胜文 还有人说不能让建宗一直嚣张下去 这回竹中赢过建宗了 竹中跟建宗比较起来讲 我们是全方位的 对 我们是 我们什么都是 竹中之光 竹中之光 真的 太崇拜他了 就是当选然后全部 哇 这很开心 超爽的耶 真的 全球外都尖叫 对 他超损的 依照竹中的说法 柯文哲战胜马英九 真的PK掉建宗马 学生有不同看法 你现在赢我们一个人 我们赢你千万个人 教室里一整排都是杰出校友的牌子 但就是独缺柯文哲 柯P竹中的求学岁月 三年来都拿第一名 更是启蒙他民主自由思想的殿堂 这一回成功选上市场 不管是不是杰出校友 学弟们都以他为傲 那我们的孝心要回来 孝心要回来 三岁黄玉峰 潘赵文 台北才通报道 好 一场选举真的让政局变化不少 比如说在云林好了 那么由于张荣卫家族 这次没有办法赢 也传出说他的女儿张家俊 就不要再寻求连任了 为什么 那么主要的考量说很有可能 在海线 云林的海线这一期会遇到 舒志分 这是一个超级强棒 可是很多支持者也不希望是这样子 因此今天好多人跑到张荣卫 陈佛他们家就一直去讲说 不要这样子就真的就都不管政治了 就说张家俊还是可以继续选 要不然整个关掉 对他们这些支持者怎么办呢 因为他们认为张家还是部分程序 在云林的精神 而另外真的是选举就一笑闽恩仇吧 譬如说这个郭台铭不是去帮胡志强站台吗 那么现在要换林佳龙来当市长了 他还是去找郭台铭说 不要紧了 是台湾台中来投资吧 好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之前郭董喊出说 要投资2000亿盖 自动化的这个创新园区嘛 那选后会缩手对不对呢 大家都担心 爱林佳龙今天呢 他就声声呼唤 希望红海能够继续投资台中 争取跟郭董会面的机会 而另外今天呢 我们有机会专访了这个金城武呢 就提到说 哎你知道那个彰化这次选举 不是有一个彰化金城武 他是完全不知道 然后上一次台风呢 不是台东的金城武术倒了吗 他说他那时候呢 正要拍戏 他心中正在酝酷的情绪的时候 好不容易酝酿好了 结果呢 那么看到啊 红胎最大的心目了 是金城武术倒了 让他是又哭又笑 而至于感情的问题呢 他提到说 如果跟大家讲 他没有 那是骗人的 所以你如果说台语 就很重的话 我们现在用台语 可以吗 没问题 在台湾长大的金城武 从小跟着妈妈随台语 这回在电影中 更是直接用台语发音演戏 会接这部戏 也因为剧中角色 让他能尽情演自己 身为台湾第一男神 金城武的一举一动 都是媒体焦点 广告里的金城武术 在风灾过后 隐身倒地 登上新闻版面 当时金城武正在拍 太平伦又悲又苦的感情戏 让他为了酝酿情绪 好几天没说话 但看到金城武术 变成风灾中 最重要的新闻 让他边哭边笑 情绪好复杂 就一直传那个疏导啦 搞笑再播给你看啊 就让你又想哭 又想哭又想笑 因为我现在不能笑 我要保持在这个 但是就蛮好笑的 连广告桥段 都变成候选人广告 学他在树下喝茶 金城武更是沉默结舌 他就变成叫张画金城武 可是他跟他的帅 跟你差很多啦 没有 谢谢 最新作品大谈浪漫爱情 不过金城武的感情生活 却始终低调 没有 我讲没有也没有相信 你讲没有也相信 所以就是有 OK 没关系 没关系 首次进阶暗示 其实男神已有感情生活 不过继续细问 金城武还是荒秘到家 三菱新闻 卫国区来时会 台报道 党的战中发起行动的战中三子 今天下午三点走进了警署去自首了 承担该负的行则 过仅仅一个小时就获准离开 那么战中从9月发生到现在 已经60多天 现在该怎么进退也出现了分歧了 两大学生团体不理会 战中三子提出的以退为进 表明他们是不会退场的 学院思潮的领袖黄之锋 发起了绝食运动 坚持要持续的抗争 那么中国媒体今天就发文炮轰 战中三子都不玩了 这学生根本就是炮灰 不过他们持续绝食当中 想当探险家吗 来看齐柏林跟林毅杰怎么说 横越沙哈拉沙漠 整幅零下20度的磁北极 林毅杰持续挑战不可能 20年来拍下超过40万张 台湾地景照片 齐柏林带着大家装上翅膀 飞上天空 记录自己的家乡 踏片偏远部落 人文摄影师林天福 用镜头观察世界 现在三位大师即将棋聚一堂 一起对外传递自己的热情 我们强调他们有探索的精神 他们走出自己的家乡 或者是自己特别舒适的地带 去探索一些未知的 扩大了我们的领域 我们的认知 希望通过林选国家地理的 台湾探险家 让台湾能先发现 我们还有更多的 非常积极正面的事情 可以影响大众 难得的经验分享 说到现场150个名额 主办单位也提供线上转播 希望透过这次活动 让这些台湾探险家的精神 感动年轻族群 唤醒对梦想的热情 在内心们 台湾行星期领域 最新消息 行政院长确定由毛治国接任 那么财经首长也传出异动了 就是经济部长 要邓振中来接任 至于邓子军 则是转任财经政务委员 这是刚刚传出来的最新消息 而今天新闻最后 带您看 这个是南昆仙的奏酒 这样穿古装的场面 超有趣的 带您来看 也感谢收看 我是陈亚玲 祝您晚安 我们再会